43岁伊万卡被爆整容 做过两次龙鼻手术 借助科技手段维持美貌 顶级整形外科医生莫提基 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 明确指出 伊万卡至少做过两次龙鼻手术 可能还是植入性手术 其实无论童年照还是少女照 跟现在的伊万卡都不是很像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莫提基虽然不是伊万卡的主刀医生 但是凭借多年的从业经验 也能分析出一个大概 大部分整容手术 都是伊万卡年轻时候做的 自从当上了白宫顾问后 脸上就再也没有动大项目 冲击量只是微调而已 根据外媒爆料 伊万卡每年的保养费是百万级点 每次微调都会消耗数万美元 事实上 特朗普家族非常有钱 伊万卡的丈夫库神纳 也是犹太房地产富商 这些钱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出庭指证完特朗普后 伊万卡就准备退捐二线 并且表示不想卷入政坛和是非中 曾经的库神纳夫妇 是白宫的高级顾问 现在却变得极其低调 在特朗普当选之后 他们甚至都没有公开亮相 根据外媒报道 现在的伊万卡 居然跟金卡戴山关系亲密 接受整容也不足为奇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卡戴山家族钟爱整容和整形 如今的伊万卡也迅速被他们同化 伊万卡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但是脸部状态非常好 体肤白皙身材窈窍 再加上超高的衣品 以及高贵优雅的气质 让伊万卡看起来非常精致 根本看不出他已经到了阿姨辈 伊万卡最近一次亮相 是在特朗普的胜选之夜上 即使之前状态非常好 但是还是没有经受住 高清摄像机对脸排 甚至不少网友都没有认出伊万卡 可见人到中年状态 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伊万卡脸部胶原蛋白流逝严重 鼻子的塑胶感越来越明显 此外 面部轮廓也变得松松垮垮 逐渐显现出疲态 可见真是岁月不饶人 当然这只是高清摄像机下的表现 如果妆容精致 再加上一些PS 伊万卡依旧可以保持盛世美颜 莫提基医生建议伊万卡 如果想保持年轻的状态 可以做脸颊 脸中部和嘴唇填充手术 虽然这些手术花费巨大 可能超过8万美金 但是对于伊万卡来讲 只能能维持美貌 花出去的只是小钱 此外 莫提基医生还爆料 梅拉尼亚也是通过科技手段在变美 甚至花费跟伊万卡差不多 小编只能羡慕极度恨 一个是美国第一夫人 一个是名门千金 花起钱来简直不眨眼 或许每次手术只能带来微小的提升 但是他们依旧一致千金 愿意为美貌买单 细心的读者还是发现 尽管伊万卡保养得当 但是整个人的状态 还是跟特朗普首个任期没法比 根本原因还是心态发生了变化 此外就是身体略微发福 对五官也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无论怎么变 特朗普家族的女眷 无疑是全美顶尖社交民怨 她们的穿衣打扮备受追捧 强大的精神内核 也值得我们学习